明天是国际教育日 听到教育其实这两个字对我特别的亲切 因为我们家四代都有人在教育界服务 然后有老师 有教授 有主任 有校长都有 所以说我很感谢我的家庭给我一个 最后能够获得一个很专业的训练 那我现在是一名牙医师 我平常就是帮助病患恢复口腔的健康 以及自信的笑容 提到教育啊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会记得 曾经最启发你自己的人 那在我生命中最启发我的人 是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 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和家人 一起到太极门练气功 今年是第27年 那我们家祖孙三代 有二十几位都在太极门练气功 那太极门是一个古老气功武术的修行门派 也是一个温暖和乐大家庭 那我的师父最强调的是 好的文化才会有好的教育 好的教育才会有好的经济 好那教育其实是一个人成长的根本 那经济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 好那良心教育呢 会剥下每一个人善得种子 良心医疗呢 会营造医病信赖跟合作 良心执法呢 会维护天赋人权以及社会公益 良心施政呢 能够落实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 师父带我们做的那个良心文化是 落实在你的生活中 你在自然间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都用这样子良心的方式 去对待每一个跟你相遇的人 你就会觉得 其实世间上真的处处有温情 而且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国家 所以我们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55周年以来啊 我们都是透过希望是 弘扬中华国粹文化 又能够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的 这个宗旨在努力 那也曾经受过了我们四位 历任民选总统的称赞 很感谢我们太极门师徒 对于国人的健康 以及国际国民外交的努力跟感谢 但是呢 在去年8月21号的时候 大概是最伤心的一天了 因为在那一天 太极门位于苗栗的土地 被行政执行署强行拍卖 那最后呢 最后被违法收归国有 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让我最痛心最痛心的是 人民没有犯罪 然后我们也没有欠税 然后25年间 我们真的走遍了所有的法律途径 能够走的我们都去了 那行政救济我们也做了 但是最后最后的结果是 自己的土地却被国家抢走 而且我们爱的国家 竟然伤害我们最深 太极门弟子是习武的世家 那我们在透过习武的过程 就是学会一个坚持对的事情 不管过程遇到什么辛苦 我们都不会为此而妥协 那这个坚持的心 就是师父带着我们25年 坚持对的事情 不会为错的事情妥协 坚持做对的事情 来改变国家错误的体制 坚持做对的事情 来帮助这些受到错误体制 伤害的人民 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习武之人的初心 那也透过这一份初心 今天看到非常多 在座一起的狭义知识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因为有大家一起的努力 我相信那个真理跟正义 就在我们坚持那一条路的终点 自由民主是台湾价值 所以当政府用公权力 侵害人民的财产的时候 它就是剥夺人民的生存权 当少数的违法官员 让台湾的价值成为空壳的时候 我们这些东西 自由民主人权 就跟水中的月亮一样 看得到可是摸不到啊 那这些违法的官员 就是国家的祸害 那古时候呢 其实那个明军 通常都会跟人民说 对不起我做错了 那像夏宇跟商汤呢 就曾经下招罪己 承认自己的错误 那今天呢 太极门冤案已经含冤25年了 却迟迟都还没有解决 那当初呢 一个违法官员的一句话 让无辜的老百姓 人生空转25年 我们真心期盼 有勇气 有胆势 有魄力 并且真正爱护人民的元首 解决太极门冤案 那希望小英总统 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展现 女力的典范 让台湾的正义彰显 人民也不要再受到违法官员 以及错误的冤案迫害 感谢和大家 感谢观看